各式各樣的搜救船停留在島嶼附近 對蔣機不斷傳來資訊 大陸方面以及海巡互相聯絡 主要是又有船隻翻覆 六人落海 現場持續由本署四艘巡防艇 與六艘舊南船艦 陸方的六艘舊南船艦共同搜救中 大陸快艇越界翻覆事件 十四號就滿一個月 結果在這天又有陸船翻覆 早上五點五十分 有騷大陸漳州的船隻出現在 金門最南邊的東定島附近 只是在西南方1.07里海域 近限至水域內0.3里 不明原因自行翻覆 船上有六名陸籍船員不勝落海 陸方及我方一接到訊息 馬上派人搶救 陸方派出六艘海舊船以及多架直升機 我方海巡則是派遣四艘巡防艇協助救援 兩方努力下救起四人 只是其中兩名不幸罹難 還有兩人還在繼續搜救當中 雖然翻覆船隻已經超越中線 但我方接獲通報時 仍然迅速成立異變中心 派出船隻協助救援 救生救難就是我們的任務之一 尤其是今夏這個水域 是一個很狹窄的水域 如果雙方不能夠合作的話 那很多事情都很難處理 雖然因為一個月前的事故 兩岸關係緊張提升 只是一旦發生危險狀況 還是人民優先 TVBS新聞網友廷藍亭 今天晚上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下次再見 4 5 8